辨美的方式 从仪器、注射、微创到手术有各式各样的方法 一个只会注射的诊所 没法给你全面的处理 一个只强调手术的医师 也不能给你完全的建议 提供全方面的知识 打破商业化的谣言 选择最适合的建议 Hello 大家好 请问拉皮手术好多都看不懂的名字 选择的原则是什么呢 好 今天针对的是拉皮手术 其实名字非常的多 名字都是自己取的 因为这个医美跟成型真的太商业化了 缺少很多专业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的这些东西 确实在医疗上面可以去看得到的 那做拉皮手术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你先要了解我们脸的构造 首先你必须知道说 我们的脸它分成三层 浅层是皮肤跟皮下脂肪 中间是筋膜 深层是深层的脂肪垫跟筋膜式 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的脸 按照位置分成内外 从这个眼光固定韧带 全弓韧带 咬肌前韧带 下颗韧带 我们因为这个韧带 把脸分成内侧跟外侧 基本上呢 外侧这个地方的组织不太会下垂 会下垂的都是内侧 比如说眼尾 眉尾 苹果肌 拳袋 水边揉 你先要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很重要 因为我们拉皮可以根据这样的一个结构 来做一个区分 再来我们一般的民众看拉皮 其实不是像我们医师看的那么专业 只在意伤口的长短 恢复期 不像医师认为说一个好的拉皮手术 重点是有没有做的彻底 所以我们今天要让大家更了解拉皮的分类 首先我们把拉皮手术呢 分层 第一个就是只有做一层 或是做两层 然后再来是做三层 我刚说我们脸的构造是分成 浅 中 深 三层 那你这个拉皮是只有单单做一层 还是有做到两层 还是做到三层 这个很重要 理所当然的 你有做到三层 一定效果是最好 但你做的层次越少 那当然就他的一些曲异线 第二个你的伤口分成 短的中的还是长的 简单讲 我们把这个拉皮手术的伤口 分成三个部位 一个呢就是头发里面 一个是耳廓前 另外一个是耳后 那一般所谓长的伤口 就是可能这三个 都通知起来 就是伤口非常的长 所谓中的伤口就是通常是两个 短的就是只有一段的伤口 所以我们把伤口分成长中短 我们根据这样一个分类 大家看这个表格 你突然会非常的清楚一些东西 首先第一个一层的拉皮 传统拉皮 传统拉皮它的特色就是什么 讲特色的奇怪 就是伤口特别长 还有就是做完以后特别僵 因为他就是只有做皮 他的筋膜也基本没有去动 他筋膜下更不用你讲 因为当时甚至没有这样的观念 他的做法就是硬把你的皮 硬的很紧 把皮解量 可以拉多少就可以拉多少 所以他会不太自然 他除了不自然之外 拉皮手术 他的效果持不持久 决定于层次做的越多 他越持久 那效果好不好 有一个很大的重点是 你有没有跨过那个韧带 好这个观念非常的重要 你看我也这个我帮大家 对于衣食而言 如果你今天你在处理拉皮或拉体 所有新的教科书或是所有论文都告诉你 一定要把你的拉体力量透过韧带 如果你都处理外面 这不能叫拉皮 这只能叫做减皮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传统的拉皮手术 你会发现有的医师做完他的缺点就是伤口很大 然后很不自然 可是有些医师做完他还是有效的 有些医师他伤口那么长做完还是没有效 因为当时没有那个概念 跨过韧带 所以我们的跨过韧带就非常的重要 第二个因为传统的拉皮手术伤口很大 所以后来有人发展出伤口小一点的传统的浴巾香 伤口基本上就是跨凉区 他在切的时候因为我们有病角 耳朵前面的形状不规则 所以他在切的时候他会像花瓣一样这样切 不是直直的切 然后切完以后再把这个皮缝起来 伤口会比传统的大拉皮手术要小一点 可是呢传统浴巾香坦白说 他的效果也非常的不理想 因为传统浴巾香他根本就没有跨过韧带 所以他做完一开始是很有效的 但是后面你会发现他一年就几乎看起来跟没做一样 但是呢虽然他不怎么总胀 可是效果不持久 他是一个没有意义的手术 一定要把你的力量跨过你的韧带 单层其实还有一个 他是走在最深的地方去拉 内饰镜 在拉皮上面已经超过20年了 但是坦白说内饰镜他的伤口是最小的 好棒哦 可是后来发现一个问题 内饰镜拉皮只有在上额的效果比较好 对中下领而言很多意思是不太用内饰镜在做中领跟下领的 因为上额这个地方是因为他皮肤薄 只有用单层去做 OK那是可以的 可是对中领跟下领而言组织这么的厚 只有做深层这一层的话 那我其实不是很好 尤其他对下领的效果也非常的短暂 我一直接不到两年 而且内饰镜去做中领 很多人做完会发现他颧骨变很大 所以现在基本上内饰镜拉皮 大部分医师认可只有上领 好再来是双层拉皮手术 就是传统筋膜拉皮 可是说到筋膜他也是有分的 如果你这个筋膜只是用缝的 或只是切一小块筋膜缝起来 效果一样是很有限的 因为他的力量一样没有办法有效传递跨过忍带 我告诉大家 切一小块缝起来这个东西都不能叫拉 你只能叫做减 所以对我而言我觉得传统的郁筋箱不像是真正的拉皮 他只是剪皮 一样如果你尖筋膜你只是剪一小块封起来 那你也不能叫真正的拉筋膜 你只是剪筋膜封起来而已 还有就是我们现在综合一些新的观念 双层的做法就是新式的郁筋箱 相较于传统的筋膜拉皮 传统的三丸三扣 他的伤口小很多 他的力量会透过韧带 可是他相较于最强大的三三式拉皮的差异 第一就是他主要是做两层 他的伤口是藏在头发里面 有些人就会说 为什么不能把三层拉皮的伤口都用在头发里面 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有一个颧骨 假设你伤口在这个地方 你要做中下链 你要做到深层 你要从这个地方要做浅层跟筋膜 没有问题 可是你要做到筋膜下的话 从这个地方还被骨头挡住 所以他没有办法真正做到筋膜下 他不像最彻底的三层次拉皮 其实三层次拉皮是一个让大家比较好理解的意思 他是一个多层次或三层次的提升 那他真正的学名 我们叫做 Extended Smart Ritiatomy 什么意思呢 同时做到了筋膜上 筋膜下 筋膜本身 然后他做到了韧带外韧带内 所以他为什么叫Extended 就是他是一个很广范的 他是多层次的同时处理 所以大家知道什么叫真正的三层次拉皮 就知道他是一个真正彻底有效的手术 他要彻底要很精细 当然没有办法像一般单层次的拉皮 那样真正彻底的拉皮手术 他绝对是需要时间 不是一两个小时可以搞定的 你要做一个好的手术 你就需要慢慢的仔细的去做它 我们要是彻底的把每一层的老化改善它 然后重新稳固这些松弛的韧带 重新稳固这些一层一层的结构 这非常的重要 我们人在老绝对不是只有浅层在老化 你一定是从浅层中层深层同时在老化 你只有靠一层去处理的话 他做出来是不自然的 而且是不持久的 同样的你看你周围的每个人 每个人老化的重点一定是在内侧 而不是在外侧 所以你要处理 重点是要跨过内外之间的韧带 我们既然决定要手术拉皮 就是你要持久你要强效 那你一定要做的是 多层次跨韧带 这件事非常重要 所以我最后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没效才是最贵想做就要找转业 是 OK 那如果大家觉得我们的直播 带给大家很多正确的医疗知识 其实有很多医师在看我的直播 因为他们会说 我把一些非常医学的东西 或是一些医学论文上面的东西 我把它讲的比较前线易懂 所以我讲这些东西 你都可以明确跟他讲 这是什么的教科书上面来自什么 这是哪一篇论文 这是什么研究出来的东西 然后他是取自什么样的临床经验 这是很重要的 因为医美跟正型不能靠下摆 不能靠话术 不能靠翻手 很重要一点 他要靠是专业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的内容 欢迎大家继续看我们的直播 对了 如果你帮我们的影片分享出去 我会把我的一本著作 《微整圣经》 把它电子档寄给你们 这本主要是在讲微整形的 那你可以在里面看到很多 你需要的医学知识 特别是关于医疗整形的这个部分 好 那谢谢大家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变美的方式从仪器、注射、微创到手术有各式各样的方法 一个只会注射的诊所,没法给你全面的处理 一个只强调手术的医师也不能给你完全的建议 提供全方面的知识,打破商业化的谣言,选择最适合的建议